那个召集的还在那边还场 帮长官讲话 长官不是这个意思 长官的意思是为我们好什么平坡 还没开会之前 讲得多气 要我们大家配合 结果你一去 结果是站在资方那边 当然了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他就升官了 三级跳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共枪政局大佬的直播 上一次讲到 所有在印度飞行这些种种 那些太夸张事情 都已经讲完了 我们今天不谈飞行 就谈越南 在印度的时候 公司搞了一次罢工 为什么公司要搞罢工呢 我跟你讲 当一个公司 因为我经过太多公司 摇摇欲坠 要倒不倒或者倒闭的公司 每个公司要倒之前 一个最明显的症状 就是发不出薪水 那时候呢 我在Paramma Airway 我是还好 大老是还好 我从来没有遇到薪水 薪水研发 就没发给我的 但是我们那时候 有很多同事 他可能就是random 就看你哪时候加入的 谁 比如说四月份之前加入给薪水 四月份加入之后 就不给薪水 我是一直没有被延误到薪水 那时候就来了很多南美洲的人 因为那时候给南美洲机场 才4千块 5千块美金 相较我们一个人 一个人就13500 对不对 另外一个台湾人 我跟你讲 现在在帮过来民飞了 16500 对不对 养他一个人 可以养四个南美洲人 对不对 那时候公司就一直谣传说 公司要倒不倒 要倒不倒 那我们也没几架飞机飞得起来 结果呢 就薪水就拖欠 那有的飞犬 已经被欠了两个月 都拿不到薪水 突然就有一天 公司就有一个老美 那这个老美还是 instructor pilot 还是教员机长 还是什么训练主任之类的 那他就发简讯给我们大家 明天早上8点 我们技术性罢工 什么叫技术性罢工呢 就是我们不说罢工 但是我们大家请病假 技术性罢工 那就问 就调查 他就调查 因为我们那时候 也没几个老外 了不起20个老外 就调查 谁参加 先问明天有班的人 先问你们飞不飞 那时候大家就一条心 大家都说好不飞不飞 那那那一天 我早上刚好我也没班 我有班 我就说好不飞 那他也要当然要问其他人 他也要问其他人 就是没有没有班的人飞不飞 因为他我们有班人 请病假 他一定抓没班的人飞 结果我跟你讲 就没班的人 大家都说好那天早上不接电话 因为没班的人就是day off 休假他可以不用接 对不对 好我跟你讲 等到那一天早上 我们大家都在看 对不对 一早起来打电话给公司 请病假 说实话请了病假就不关我们的事了 就至少不关我的事 我请病假 好 照理说我们罢工的第一天 早上不应该有任何飞机飞得出去 结果那天罢工的第一天 早上唯一一架飞出去的飞机 你知道是谁飞的吗 就是那个号召人 就是那个老美训练主任还什么人 他叫我们大家不要飞 就他自己跟我们去飞 人心险恶 这件事情 你们没有遇到职场的险恶 任何职场都有非常险恶的一面 我跟你们讲 这件事情同样发生在大老 在台湾虎航的时候 都可以直接讲这些事情 因为这些都是真实性 有人事实地物 还有记录的 当年在台湾虎航的时候 为什么整个长官硬要把我弄走 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干掉 硬要把我弄走 对不对 公司有老外 又在驾驶舱拍 起飞落地影片 什么都拍IG Instagram的几万人追踪老外 我据名 据名到民航局选举 因为我跟你讲 民航局的规定 就是只要飞机在地面上 舱门是打开的 就可以拍摄 拍照都没关系 那我是合法的 老外不合法 公司都不处理 那就是反正就是 公司想处理我 但是公司为什么会想处理我呢 这事情我就跟你们讲 那时候虎航 就薪水非常糟糕 薪资结构不好 那时候的飞权就是飞一趟给一趟的钱 虎航就这样飞一趟给一趟钱 飞一趟给一趟的钱 那你不飞就没钱 有基本底薪 但基本底薪很少很少 就飞一趟给一趟 飞一趟给一趟 那一般航空公司的薪水呢 比如说你这个月不管飞一个小时也好 飞70个小时也好 我都给你70个小时的钱 那你超过70个小时才超飞嘛 那有些公司是60小时 或65不一定 反正你只飞20小时 我也给50的钱嘛 这情况下对飞权就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如果身体不舒服 我可以请假嘛 天气不好 我也不会硬要飞 为什么天气不好 那对的取消取消就算了 因为我没有差嘛 我保障的时速在那边嘛 对不对 我飞再少 我还是拿得到同样的钱嘛 但是那时候在台湾虎航 飞行员不是这个心态 所以薪资结构会严重影响 飞行安全就这样 在台湾虎航那时候呢 现在也是一样 也是pay白奥了 就是说我家身体脚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干我不能请假啊 对不对 我一请假 假设我们今天早上飞个 日本的东京来回班 东京来回至少8个小时 一个小时4000块台币的4832 3万2 你今天请一个病假 3万2000块就喷掉了 就没了 你敢不敢请病假 干飞不飞 今天是你你飞不飞嘛 对不对 等一下有人说飞行身体不舒服 还不能请假 没有不能请假 你可以请啊 你可以请啊 就你一请就喷掉3万2 你请不请嘛 对不对 你可以请嘛 所以我就跟你讲 薪资结构 严重影响飞行安全 那有很多很多问题啊 包含哦 你知道我们 我们一到大阪 那时候飞大阪 大阪落地 这我也写在书里面 我为什么敢讲 因为是事实 我们一到飞到大阪落地 休息休息地停 3到4个小时 3 4个小时 你要我干嘛 他不让我们去休息 也不让我们 就省钱嘛 联航嘛 也不让我们去贵宾室 至少你可以跟贵宾室买嘛 买一个人头多少钱 那我们主员去那边休息 没有嘛 就每个主员就 在大厅的躺椅上面 把鞋子脱掉 一肩章拔掉 躺在那边睡觉什么的嘛 不然怎么办 等一下还要飞 三四个小时回台湾 地停四个小时 大阪关机机场 坐在那边 你要干嘛 飞机上又不能待 就是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然后呢 大家就有一个 就有个家伙 他就要组织 想要搞罢工 当然罢工前 我先跟公司沟通 他们呢 就早上来有大佬 因为我那时候写书嘛 他说大佬你文笔好 帮我们写个情愿书 我就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 零零傻傻写个请愿书 这个请愿书呢 我放在大佬的 搞飞机系列第三集里面 反正呢 搞了这个请愿书之后 大佬就长话短说 有一天呢 我们就要所有人 就是有签名 在这请愿书上面签名的人 大概十几个人 十几个机长 就约了航务主管 那主管呢 还说不要在公司谈 我还到民生社区 远环星巴克谈 去之前呢 当然了 召集人 也是跟大家讲的一样 大家一定要到 大家比如说七点 七点要准时到 今天有什么有什么问题 大家一定 当场要跟主管反应 绝望不能退缩 好 我跟你讲 在准备跟主管开会的前半小时 召集人出完传简讯来 我们今天不要大家取消吧 大家取消吧 那一看因为在半个小时来不及了 他就发给你简讯给大家 那个我们今天客气一点 对长官不要太严厉 然后呢 七点就大家 议题 召集人 包含其他人 大家在旁边都不敢讲话 你知道大佬的个性 我把这个人把杠子投 你知道吗 大家不敢讲话 那你们来干嘛 我就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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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边讲 那个着急的还在那边 这个还要往那边还场 帮长官讲话 长官不是这个意思 长官的意思是为我们好什么 啪啪啪啪 还没开会之前 把讲得多气 要我们大家配合 结果你一去 结果是站在资方那边 当然了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他就升官了 三级跳 叹叹叹 三级跳 我跟你讲 所以 大佬在职场里面 已经看尽这种职场 这种人心险恶 我看太多了 我真的看太多了 没事 每个公司就要讲罢工 什么 加油 什么 我与你们同在 这种人最后就一定是 俗辣 看太多了 被人家捅太多屁眼 真的 但我当场没有吐他 吐啊 怎么没吐 我吐啊 我怎么可能没吐 但是我跟你讲 我一直到 一直到现在 说明整个虎行都 长官都还以为我就是那个要把闹罢工的人 因为呢 陈勤书是我写的 但是我一直到现在 经历了大概六年过去了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把罢工发起来给抖出来 厉害的吧 大老是说他道义有道 你知道吗 蒋武德 这个才叫真正蒋武德 人都被弄离开虎行 我还是不拱出来是谁 对不对 好险 但我当然还是要讲一句 好险被弄出虎行 现在才飞到七八七 对不对 才能再跟 这里跟大家讲这么多好听的故事 回到印度 我们那一次的罢工 大概坚持了大概只有三天而已 后来飞机全部都飞上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公司马上付现金 给那些哥伦比亚 什么南美洲那些机长 所以他们就拿到薪水 飞机就飞起来 但是那之后 就是每个月公司 就是还是拖薪水 就是要么拖个两三天 要么拖个三五天 这家公司就大概就不行了 就大概就不行 大家就知道了嘛 好那时候呢 沙烏地阿拉伯 成立一家新的航空公司 叫做NAS 叫NAS Air 这家是全新的公司哦 就是他要成立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用什么飞机呢 用Airbus 320 跟ERJ 但是他先成立这公司的第一阶段 先飞ERJ 他是要找ERJ的飞行人 大佬上一集讲过嘛 ERJ那时候是新飞机嘛 这个market上面非常非常少 ERJ的飞行人 那他要去哪里找ERJ的飞行人 他一想 应度嘛 对对 印度嘛 所以他就到印度 来找我们 找我们这些人 去沙烏地阿拉伯飞 那时候呢 我们就要一想到 沙烏地阿拉伯 你们通通没有在中东待过 可能对沙烏地阿拉伯没有概念 你们就跟当时的大佬一样 听到沙烏地阿拉伯就好像是 杜拜啊 阿布达比这样子 好像还是不错的 就是中东而已嘛 事实上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 至于沙烏地阿拉伯是怎么样呢 以后大佬再另外开辟一集 讲沙烏地阿拉伯好不好 就我当年那个时候 2010年2009年的沙烏地阿拉伯 反进去的第一印象 就是你们看电影黑鹰计划的场景 大概是怎么样呢 沙烏地阿拉伯就是那个样子的 全中东世界 伊斯兰法最严厉的国家 就在沙烏地阿拉伯啦 那可是他那时候开给我们的福利 是什么呢 上35天班 休30天 这样的薪水是11500 那时候大家听到 这么好 休30天还照顶11500嘛 所以大家大家都要跑 第一批 第二批很快就去了 那大家都大家都说 大家要不要一起跑 要不要一起跑嘛 我就当然说好啊 要不要就跑啊 就申请 大佬那时候去沙烏地阿拉伯的时候呢 这间公司才刚成立 连飞机都还没有 飞机都还没有 就第一批 我们从巴拉马Away 第一批逃难去了 飞行员 他们整整在那里呆了半年 每天打高尔夫球 爽爽没事做 爽领了11500 爽领半年 我是爽在 那个Mario Hotel 五星级的饭店 住了三个月 我大概是第三批左右去的 我去沙烏地阿拉伯之后 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后 大概是两个月 那十几年前的事情忘记了 老黑就来了 所以老黑是在我之后 我先比老黑还先去的 那那时候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那时候公司已经付不清 薪水了嘛 对不对 而且那时候 我们每天上班 不是都说我公司会派车来接吗 有时候公司就派不出车了 就没司机了 因为他付不出司机钱 他就没司机 那我们也不能上班 对不对 公司来做班 你叫嘟嘟 就三轮车嘛 因为泰国那种三轮车一样 叫我们坐三轮车去公司上班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很不爽 领不到钱的领不到钱 上班没办法上班的人 乱七八糟 所以那时候我们公司很多飞旋 大家就很堵拦 非常堵拦这公司 那我们那时候有一半的老外 都已经找到工作 就在纳西尔 所以大家就开始摆烂 基本上这公司已经要倒不倒 飞机要飞不飞 然后大家爱维修不维修 纵落地上次讲 纵落地也没人要修 你最好不要签 签了就要修 那你就不要签 这样我们不准签 然后所以很多机长就很不爽 所以我之前讲过 在电上讲过 说我没有一个机长 这是我觉得 我听过最夸张的事情 一样嘛 他就上班 你知道吗 就上飞机 上飞机就登机 所有人都已经登完机 他就跟副驾驶 讲说要这样子 他要去上一下厕所 那空人就说 在飞机在厕所上 他说不行 他要上大号 因为我跟你们讲过 印度我们飞机的厕所 地板永远 我从来 从我加入公司的第一天起 那地板就没看过 我没有看过ERJ170175厕所地板 干的时候是长什么样子 没看过 即便他不是干的 他也跟粘鼠板一样 我有一阵子 我一直以为ERJ的厕所 的地板 是用粘鼠板做的 那个脚进去就 都是粘的 总之呢 那个老外呢 就说他要上大号 所以他就到 那个航下里面去上大号 他就走了嘛 就是上大号了嘛 然后呢 这一等呢 就等了20分钟 副驾驶说怎么还没回来 一等等半小时 不对了 副驾驶就叫空服员 就到机场厕所去找人 找不到还广播 也找不到人 就公司也打电话 也打电话找 也找不电话也关机 怎样找 这个人就是凭空消失 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两个小时后 这个机长呢 在德里打电话给公司 我现在人在德里 我现在要回欧洲去了 拜拜 电话挂 因为他已经搭国内线 搭到德里去转机 要回欧洲了 飞机妈丢在那边 我跟你讲 我们那时候 要走的老外 因为我看 这个公司所有的机长 对公司就只有妈怨气 真的啊 我们那时候老外 做一些莫名其妙 什么 啪啪啪啪 狗屁倒灶事情都做 要走的时候 把飞机上一本 我们跟你讲过 Technic Lock Book 飞机上所有问题的状况 老外也要走 管他最后一把落地 拼丁庞拉妈写 写了三五页 大概写了十几二十样的 那种飞机的故障的问题 他妈写 写完签名就要处理 靠腰这飞机 后来听说这飞机被Ground了 半个月都没飞 因为修不好 又没有帕着 对不对 围的零件机 零件又不在上面 没零件 Ground起来 好 那所以呢 前面两批人都已经走了 我记得 我如果没记错 我又是有点忘记了 我要走的时候 我要走的那一个月 是11月还是12月 我记得没错是耶诞节前 南印度没有什么冬天的 都是夏天都热白天都快40度 那我要走的一个礼拜前 我已经在倒数了 数馒头 我跟你讲 你们没有数过馒头 当病人们数馒头 那退伍那种感觉 就是我在印度 最后离开几天的感觉 尤其到最后要走的那一天 我把家里东西收一收 开始交代 比如说 我的吉他就送给我 另外一个肯雅兄弟 肯雅兄弟后来 也比我晚逃离印度 但是他跟我同一天 我们是同一天一起到 沙烏地阿拉伯报道 但他比我晚离开印度 他住我隔壁我们邻居 我给了他很多东西 那我所有的锅碗 瓢盆 家电 电视机什么 所有全部就留给 现在在帮锅台米飞的 那个兄弟 就他现在不理我 不管 所以我其实在三天前 就已经准备好了 后事交代了 对不对 交代好 交代清楚 当然了 还留了很多东西 带不走就不要了 我每离开一个地方 都留一堆东西下来 留东西留最多的是哪里 我跟你讲 我留东西留最多的是日本 这以后有机会 再跟大家讲 然后我就到我那一天晚上 不是跟你讲 印度住的社区 都有警卫在那边 逼逼逼 每天晚上那边逼 然后我们那一棟 又住了很多老外机长 也有印度机长 所以我就不能被 其他印度人发现 因为我是偷跑 我是偷跑 离开印度 我是偷跑 我不是合约完成 我也不是 譬如说 12月1号休假 我今天把休假 回家不回来 不是 我是撑不住 一天都不想待 最后那三颗馒头 数不下去 我就决定 我是 我撑不到 我撑不到 我下一次休假 因为我下一次休假时间 已经要到 那个沙尔地亚纳博报到 我没办法 时间只能用溜的 溜的又不能被人家发现 对不对 所以我还记得 我跟你讲 我在十几年前的印象 我记得非常清楚 半夜凌晨 从清奈 飞搭国泰的到香港 再转机回台湾 凌晨那两点多起飞 我晚上11点多 就开始打开窗户 窗帘在那边看 我在那边看 看有没有 看有没有其他机长 其他老外在外面 我那社区门口 很多人喜欢坐在门口 把他喝酒 你知道 他们坐在那边喝酒聊天 我就不能跑 因为 我走出去 大家没事 对不对 但是我提了两大箱 两小箱 身上背着这些东西 你就太可疑了 对不对 你就是 就是溜 你就是溜 所以我就是等 等到大家都已经进去 我真的最后一分钟 没办法 一定要赶去机场的时候 我才跑掉 拎着大包小包行李 到机场 到机场 我记得我走登机门上去之后 往回头看了一眼 深深的感慨 这个国家老子一辈子都不会回来 林北一辈子都不会再踏上印度一步 我从下转身权的地方 就会让我来自到达 我从下转身权到达 是 我从下转身权到达 一边 那边 我会让你 我从下转身权到达 我从下转身权到达